没关系各位就各位我们继续讲 请看四十九页 接下来金刚圣他修持的是 要把五方佛跟五方佛的智慧完全的显现 请看讲义这个四十八页第十二行 没关系大家很轻松慢慢吃 然后呢 第一次会讲五方佛与五方的智慧 我们人常常又讲四大跟五大 事实上是五大 也就是地水火风空 地简单的讲就是所谓土地 像我们的肌肉 水是指我们流动的液体 我们身体有液体 火是指温度 风是指我们的呼吸 空是指它的空间 空有好几个解释空间 或是指本质是空性的 然后地水火风 我们常常讲四大 人家是有四大解释 但有些经论是讲地水火风空 可是当我们这个出众的身体的时候 是会带来很多烦恼的 然后你看 然后可是你把这五大转成 一般会显现的五蕴 叫色受想行事 那在金刚圣的教法 他认为所有一切的东西 就像刀子一样 没有好的话 可以转变的最后 正入五方佛的智慧 有五种智慧 那这五种智慧 在讲义里面有 这是很重要 从印度佛教传到中国 唐朝 唐朝的东义呢 就是以这五种 然后这个现在保留最完整的 在日本部分的韩国 尤其是日本 还有全部的教法 理论跟修行 所以待会会介绍呢 带大家去神游一下 日本国土的佛教 东方阿兔皮佛 代表大元净治 佛教是顺时中追的东南西北 南方宝生佛 平等性质 提醒你 你念地藏经 地藏经 地藏菩萨从哪个地方来啊 从南方来 上高立天空 见释迦摩尼佛 所以南方是有保身佛 代表平等性质 那这些佛教名词呢 假如你陌生的话 你可以去查佛学大词典 今天师父没办法 一个一个字讲 西呢 是西方最有名的阿弥陀佛 代表妙观察治 利益众生 除了观世音菩萨的悲心之外 你也要文殊菩萨 还有普贤菩萨 这些综合的 唯妙的观察的智慧 他叫妙观察治 第一呢 就是北方 悟空存就佛的 成所作治 最后中间 毗卢浙纳佛 毗卢浙纳佛 昨天有说过 也就是 释迦摩尼佛的 报身佛 化身呢 是释迦摩尼佛 待会会介绍 法报化三身 中间呢 叫法戒体性质 接下来可以看图片 所以在五台山 五方文书 它就有五种颜色 为什么有五种颜色呢 其实就代表 五方佛的智慧 接下来 五方文书 昨天有讲过 东南西北中 从聪明文书 智慧文书 狮子狗文书 五构文书 道如同文书 因为文书菩萨 是一切诸佛 波尔波罗密的老师 传道的长朝 从不空三藏 然后呢 再加上空海大师 传道日本 日本有一个 很有名的地方 叫高野山 各位可以写下来 Koyasa 你要去 去 去真的去参观 除了你记得 京都 东京之外 有一个高野山 叫Koyasa 那相传 空海大师 是华言会上 第三帝的 三帝菩萨 晨愿在来的 所以他被奉为国师 而且皇帝的 这个下令呢 他在四国 建了八十多所寺庙 最主有名的 就是密宗的 东密的高野山 非常的壮观 那在东密里面 就以时间跟空间 而区分 比如叫金刚界的 曼达拉 下一个叫 胎藏界的 曼达拉 曼达拉就是净土 第一天我讲过 所以透过 金刚界 金刚界就分九格 有点我们讲 九宫格 三三得九 然后 那不同的格呢 有不同的方位 有不同的净土 有不同的佛菩萨 这叫金刚界 胎藏界 从中间 这样一圈一圈 像看胎藏界 正中间 就是释迦摩尼佛 也是毕鲁真那佛 然后第一圈红色的 就有八大菩萨 第一天我介绍 有临终八大菩萨 八大菩萨 然后有无量的诸佛 所以为什么叫金刚界 跟胎藏界 简单讲 你时间跟空间 两个角度 所显现的唐卡 这个唐卡 可以作为你礼拜用 而且可以做你禅修用 这是东密很重要的概念 接下来 如果看到日本高野山 就是这个Koyasan 各位可以抄 你会看到中间 它建了三层 然后要金刚秘密 根本大塔 日本人 对于佛教文物 非常重视 可是很可惜的是 大殿里都不可以拍照 有些师父的照片 是我学生去拍 有些是从网路 download下来的 所以代表大日如来 你看东密就是大日 其实大日如来 就是什么 比如这那佛 也就是佛的 爆生佛 他头上也是带着五方宝冠 然后他觉得叫全智印 全智印的意思就是说 智慧也悲心的结合 他有熊熊的火焰 然后呢 所以在东密里面呢 全部都是念大日如来的咒 力量是非常的大的 然后呢 接下来看五方佛 东方阿处皮佛 南方宝生佛 西方阿弥陀佛 本方不空成就佛 中央皮鲁哲纳佛 皮鲁哲纳佛 皮鲁哲纳佛是用白色的 Vairochana Buddha 但是因为白色看不到 所以用黑的写 好 注意听 他后面有加上梵文 像东方不动佛 也叫阿处皮鲁哲纳佛 阿处皮鲁哲纳佛 你不要介意 这就是泛文 现在我要给你看图片 包含大城的图片 以及金刚城的图片 好 你看 五方佛曼达拉就像这样 东南西北中 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一个净土 假如有机会你到中国 天坛或是紫金城 你观想一下 假如你搭直升飞机 从上面往下看 其实这就是弹城加护城河 所以讲净土 就是佛国的净土 好 请看香港大雨山观音寺 好 我再介绍 非常的壮观 当时2002年 好 我去参观 我本来就不知道 这个道场 是在一个素食文物殿 我看到一尊观音像 我想去看 结果结果 竟然跑错地方 跑到这里 我觉得是观世音波 是要带我来的 然后呢 非常的庄严 上面呢 就有五方佛宝殿 你看 这个非常的壮观 请各位记下来 有机会可以去香港的时候 可以去看一看 香港不要只要去 迪斯奈乐园 还有海洋世界 应该去参观一下 你在德国看不到的 观音寺 你看 他就用大乘佛教 中间 毗卢这那佛 然后呢 是用过去 现在未来的 千佛而雕的 全部都是木头的 每当我讲到这里 我就会很赞叹 其实大乘佛法 是非常兴盛的 不是只有金刚称 才殊胜 大乘佛法本身 开悟的历代高僧 非常的多 然后用木雕而雕 东南西北 因为成佛的时候 每一个都一样庄严 所以他长得都一样 然后呢 代表功德一样圆满 然后用首饰来区别 这是侧面罩 你可以看得到 下面四尊 中间他用柱子 把它这样织起来 接下来你看 侧面另外一面 非常的壮观 而且当时他没有开灯 你看我都拍得这么庄严 非常的法喜充满 接下来你再看 毕鲁哲那佛 讲华严经的时候 就这样截首印 无量无边过去 现在未来的诸佛菩萨 他为他讲 大方广度华严经 所以佛法有很多 是超越我们 现在的科学的 跟时空的 接下来你看 东方阿处皮佛 是截这个首印 南方保生佛 西方阿弥陀佛 对阿弥陀佛并不陌生 北方不空成就佛 东南西北 然后其实雕像都一样 不错 因为从佛都一样的圆满 只是依首饰不同 那中国人很喜欢金 所以这些木雕 全部金漆的 代表清净庄严 而观佛像领 一般有观白色跟金色 金色代表如来藏 自信的显现 你看毗路真那佛 讲经说法 你可以观想一下 假如我们现在 身在印度 佛经自为我们说法 那是非常庄严的 但是呢 现在不太容易 你可以发愿到极乐净土 阿弥陀佛也是 从中无尽的 为众生说法 现在看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是 东方阿处皮佛 他有不同的颜色 跟不同的袈裟 南方保生佛 是橘黄色的 东方是蓝色 中间毗卢真那佛 他披的袈裟是白的 西方阿弥陀佛 在藏传佛教是红色 在北方不空成就佛 是绿色 最后你看 藏传佛教也有五方佛的探卡 就是这样 所以探卡可以礼拜 也可以做禅修用 最重要是要禅修 一样 所以你看五方佛的 曼达达的位置 所以你注意听 在东密跟藏密 认为这个五个佛的智慧 是不能分开的 他不会说我们 你有阿弥陀佛 我们不要释迦牟尼佛 这样是很奇怪的 这样的见解是有问题的 五个佛就像你手掌 看师父手掌 五个手掌 我有五个手指 手指长短不同 你想我可以砍掉七个只要大拇指 这样能吃饭吗 各位现在都吃饭 你要五个手指动 所以你要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会感恩一切诸佛 你修大日如来 东密的时候 阿弥陀佛也会忽念你的 不要用凡夫的想法去解释 你不可能 你有阿弥陀佛 不要释迦牟尼佛了 这样的想法 不是正信佛弟子的想法 所以在东密跟藏密 当他们听到说我们台湾 只念阿弥陀佛 不要其他的佛 这是有问题的 这是我跟曾经西藏的 仁波切跟坎布辩论过 他跟我讲 你们的想法是有问题的 真正的佛法 你看到了日本 是东密 当然你跟哪一尊佛有缘 或哪个菩萨有缘 那是你的缘 可是一尊佛 一即是一切 一切都是一 对不对 举个例子 现在一个电脑 就会连全世界 无量无边的网路 无量无边的电视台 可以呢 在一个电视的萤幕里 可以播放 所以华言经讲 一即是一切 一切即是一 其实这是很深的教法 也很深的逻辑 再看一下 毕露正当佛 好 接下来再看 到了毕露正当佛了 到了东密以后 佛教也有护法 护法就是警察 在中国是 韦陀菩萨跟 杰兰菩萨 那到了东密的时候 释迦牟尼如来 也是被 显现为愤怒下 所以在东密跟藏密里 你都会说 哎呀 怎么佛菩萨 长得这么可怕 其实它是佛教的护法 举一个例子 爸爸妈妈 当你妈妈 在教育小孩 你打他 骂他的时候 你很凶 其实你心里是爱他 恨铁 真刚 所以 很多人会排斥金刚称 也是因为 所谓愤怒的佛像 其实你根本不了解 佛像只是 佛菩萨不同的显现 所以 惠基金刚 其实就是 东密释迦如来的显现 是佛门的护法 这个护法 有好几个用 第一个 保护佛教 被外道破坏 第二个 保护真正修行的人 没有魔障 举一个例子 现在在德国 Dosdorf 你也有警察 你自己没有做坏事 警察走过去 你不会怕 可是假如你心里做了亏心事 一听到警察的声音 你就走到巷子里 所以关键还是在你自己 这样了解吗 所以愤怒的本尊 很多人误以为说 我要修愤怒的本尊 然后来降服一些外道 那你是跟称心相应的话 你是伤害众生 是违反菩萨界的 这些佛的显现呢 是他表面上愤怒 其实他内心是大慈大悲的 好 我怎样 好 讲法 报化三生 昨天有点有 我补充了几个字 请看一下 法生 无始无终 报生 是有始无终 化生 是有始有终 先讲化生 什么叫化生 那个旁边就是 Niamana Kaya Sambodakaya Damakaya 那是梵文 因为现在佛教 也弘扬全世界 尤其是藏传佛教 很兴盛 很多伟大的人 波切讲英文的时候 他会用 所谓的梵文原来的字 因为你这个翻成英文 或翻成德文 在他们的文化里 是没有这种概念 比方说孝道 你怎么翻英文 很难 你翻了以后 你还要解释 I got it 所以这些范文 你就做参考 先讲化生 就是释迦摩尼佛 在2500年 或是在2600年前 有始有终 就是他投胎 来了人间 最后一生弘扬佛法 八十岁入灭 最后他入了涅槃 有开始也有结束 叫有始有终 报生的话 就是菩萨 从初发心开始 因地是菩萨 然后有开始 他在他的老师 待会给你看图片 像法藏比丘 在他的老师 世间自在 王如来下发愿 他有开始 他就创立了极乐净土 清静的佛国土 他成就净土以后 就永远没有终止的利益 广大的众生 这叫有始无终 了解吗 第三个 法生是没有形象的 简单的讲 就像圆 圆 像师父这个隐庆 像一个圆 像右转 像让利轩全 每一点 是开始 也是结束 那我们人类的时间 常常会思考 一时跟空 举个例子 今天几号 八月五号 八月五号 那今天 那你会说 前一天是几号 八月四号 因为你一直问 一直问一直问 所以永远问不完的 那最后很多人 又也会问 那请问 有无量诸佛 那无量诸佛 无量诸佛 假如第一个诸佛 他的老师是谁呢 其实这样问 是什么空间呢 像一条线 看这里 你们在吃饭的 叫线 很长的桌子 有开始跟有结束 这是我们世间 逻辑的思考 可是佛卓说 这个不是究竟的 借我一个盘子 真正的思考 是应该向远 开始就是结束 结束就是开始 所以答案是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所以叫无始亦无终 那为什么无始亦无终呢 像镜子一样 它一反射 就出现了 各位 你去房 在厕所的时候 你看到镜子 一看到镜子的时候 你就整个脸出现 你不会说 先出个额头 再来两边眼睛跑出来 再来一个鼻子跑出来 再来嘴巴出来 假如这样跑出来 你会吓一跳 对不对 你还说 这个人是我吗 真正显现的时候 它一显现的时候 就全部都显现 所以法身是没有形象 但是呢 它一显现 就全部都显现 所以叫无始亦无终 接下来再看 所以法身的功德 像阿弥陀佛 自信的放光 骗照无量的法界 像彩虹一般 像彩虹一般 这就是法身 严格说 严格说法身是无相 所以像阿弥陀佛 法报化身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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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佛戒 可是你从来没有想 要观想 你看 它是阿弥陀佛的头顶 然后往上向右旋转 那所有的光都可以化西方三圣 叫光中化佛无处义 接下来看 藏传佛教这张极乐净土 就是报身的功德 一佛二菩萨 接下来再看 佛菩萨极乐净土与八大菩萨 这第一天看过 你看中间的这个阿弥陀佛 就是报身佛 再往下看 下面一个彩虹 有一个西藏的拉玛 为仁波切往生 他求生极乐世界 在门口就一尊小尊的阿弥陀佛来接他 那个叫化身佛 这样了解吗 接下来看 临终接引 临终接引的都是化身佛 为什么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土 有世界名也极乐 老师说靠你自己找 是找不到的 等什么 化身佛 我亲自到你面前来接引你 这是阿弥陀佛的临终接引 所以一般来接引你的都是化身佛 再看这张临终接引图 中间那个最大的阿弥陀佛站着放光 是报身 右上角有没有看到一点一点像灯泡 那是光中化佛 那是报化身佛 所以这张图片 它因为是上品上身的出家众 所以有报身佛跟化身佛同时来接他 表示他功德很圆满 好最后结论请看五十页 很高兴快要终于讲完了 我神品第一次来德国弘法 我也没想到来Dostoff 讲了一天 今夜三福 两天呢 讲了刚摩巴大师四法 刚摩巴大师呢 是在佛在世的时候 三摩帝王经理授记月光童子带来的 最后我做几个简单结论 跟参考书目 带大家唱一个月葬吉祥经发愿文 就圆满了 请看讲义五十页 我们常讲心愿行解都要像诸佛 不管你学观音法门 地藏法门 我金刚称 我是阿弥陀佛法门 一切你不要忘了 本世世家摩尼佛 我们的心要常常想 我念观音菩萨 我们的心像不像观世音菩萨 我的愿望是不是只是那么小 观音菩萨想到的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有时候我们的愿力呢 要慢慢慢慢慢慢地扩大 还要想一想 我们佛教的徒的行为 是不是表理如一 现在很多佛教徒啊 简单地说 有分三类 第一种 像在座各位一样 跟我见过很多的 很虔诚 表理如一 然后以界定会去努力 可是第二类呢 有一些人也会利用佛教 你会看到全世界都有 表面上啊 我跟你讲 我是佛教徒 然后他也帮忙也发心 可是他是想得到自己 私人人脉的利益 或私人的利益 第三种是更糟糕的 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表面上是佛教徒 可是里面都是呢 怪力乱神 骗财色名食穗 因此也要让很多人啊 对宗教是很害怕的 那啊 所以我们做佛教徒 要常常有惭愧心 忏悔心 我的行为啊 我的见解啊 像不像佛 就算你念阿弥陀佛 要求生极乐世界 你真的像佛了吗 第二个就是 很多人也跟我讲说 在末法时代 我们要做这个 做这个 做那个 做那个 你可以看到东南亚 跟华人的世界 活动都非常的多 当然传统活动 有传统活动优点 但是也有年轻人跟我说 我们师父要做这个 做这个 我们要做网路 我们要做艺术 我们要做嘉年华会 要做慈善会 我听了都笑一笑 我跟他说 这些都很好 六度波罗蜜 为众生结善缘 但什么东西 才能够正法复兴呢 什么东西 才让正法久住呢 答案是 修持与证悟 若我们佛教徒 只是做表面的 简单的讲 比如说盖医院 我们永远盖不过 基督教跟天主教的 全世界基督教 天主教在人天善法里面 做得比我们多 虽然佛教出了一个慈悸功德 为我们赞叹 但是也不要太骄傲 其实我们要为利益众生的事情 有很多事做不完 每一个宗派 每一个法师 每一个善知识 都有不同的怨心 所以我们要随喜功德 但不要轻易的批评跟毁谤 我们佛经长 若要佛法僧 先要僧赞僧 假如一个家人 家里吵架的话 家不合 万事就会不惜 所以我觉得佛教徒 应该在戒定会 好好的修持 你有证悟的话 你不怕度不了众生的 在中国大陆 有六祖慧能大师 韩山大师跟武侠和尚 都是肉身菩萨 在九华山 有乔经诀 地藏王菩萨肉身 在台湾有五尊肉身菩萨 所以我也真心的鼓励 德国的佛教徒 不管南传北传藏传 好好用功发愿 假如德国能够出一个 肉身菩萨的话 会震动全世界 我相信伦敦的BBC电台 一定会来采访的 你不怕度不了众生的 可是我们自己要真正在佛法上 要很精进的修持与证悟 当然做世间的东西是善巧方便 不过不要迷失了根本 就是戒定会证悟 才能够让佛法复兴 想想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陀功德力很大 有文武百官 王公贵族顾持 有八大国王顾持 佛陀在世的时候 圣弟子每天就听经文法脱波 昼夜精进利益众生 当时也没有佛期 也没有禅期 也没有这么多活动 可是当时的佛法是很精盛的 佛陀度五个米丘 佛教可以传两千五百多年 所以佛教是要种植 而不是种量 当然若植很好 量广大那更好 可是若先种量的话 龙舌混杂 什么问题都会出现的 最后我供养大家两句话 我一生有很多座右鸣 这两句是在自于佛经 同共发心出自于地藏经 永不退心出自于华严经 就是generating the bodhicitta together and never give up why we need to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anything you can do for yourself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就不要放弃呢 你可以任何事情 你自己为自己而为能利益众生 你做得到的 然后当然我也知道 在德国佛教要兴盛 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毕竟这是西方的国家 西方有将近五六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历史 从希腊从罗马 对不对 有古代的历史 所以这个国家 欧洲的国家文明 是非常的久远的 有很多的历史 艺术文化科学 一直到耶稣基督 在西方这个国家出现 给人民精神生命 很广大的力量影响 所以师父虽然是 是佛教徒 可是我当我在西方的时候 我深深感觉到 上帝真的很了不起 是莫拉伊亚伊 很了不起 西方文明 若没有耶稣基督 跟基督教天主教 西方的人 是精神文明 是更堕落 更黑暗的 所以我们佛教徒 写下来 不要轻易批评 别人的宗教 你要尊重别人 坚持自己的选择 这是我今天想说的 所以希望在德国 无论是南传北传藏传 无论在家出家 七众弟子都要同共发心 我常常这样劝人家 人家也会跟我顶嘴 就说师父你讲得很好 可是我们有困难 答案有什么困难呢 答案一 我们理念不同 二 利益冲突 我觉得很好笑 我们都是佛教徒 理念有什么不同 理念是有深浅而已 举个例子 德国不会只有一所大学 每个大学都有它的特色 大学跟大学之间可以交流 台湾不是只有台湾大学 师范大学跟清华大学 台湾也有很多大学 每个大学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跟功能 换句话说 为什么佛教会有这么多的宗派 这么多不同的中心 但是呢 大家心量都很小 不愿意交流 这是我看到佛教很负面的地方 第二个 邓国道那讲的呢 办一次法会下来就谈利益 为了利益啊 事先讲一讲 亲兄弟名善障 爸爸妈妈那没过世 未分财产啊 就可以吵架了 同样的 我们佛教徒 也为了一点点小小的利益 而忽略了你的菩提心 跟大悲心啊 对不起啊 我过一两天就走了 所以师父是真的有感而发 我欢喜的同时 其实我 我不是那种悲观的人 从法的角度来讲 我可以跟你讲 法是不生不灭的 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 乃至于廉耻海会 佛菩萨 释迦牟尼佛 现在都听得到我在讲话 但我要说是说 从世俗地 圣地子 七重地子来讲 我们若不努力的话 佛教是会灭亡的 佛教甚至会被社会淘汰 佛教甚至会在人类的文明消失的 为什么我们佛弟子不争气 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 我只能点到为止 不能讲太多 讲太多也是会得罪人的 所以希望大家 希望德国的联友 Dostoff 汉堡 柏林 其他所有的佛教徒 都应该同共发心 在座每一个佛教徒 你都很重要 你不要认为自己不重要 你说哎呀你比较有才华 整个中国人常写讲 能者多了 能者都是类似的 每一个都很重要 就像那般一个法会 每一个人师父都感恩你 第二个 永不退心 就是在菩萨道当中 一定会碰到考验 考验是你最大的磨炼 你不要想学佛 一定永远一帆风顺 为什么会有考验呢 一定为你过去的业余烦恼 像海浪 有时候很平静 有时候会狂风暴雨 前几天我讲经的时候 台湾也是很大的台风啊 风来了很大 台湾的宝岛 大家也知道 台湾啊 对不对 我们其实是要雨啊 不要风啊 因为风啊会带来灾难 摧毁 可是台湾的宝岛 若没有下雨的话 我们呢 夏天就没有水啊 水库会干渴啊 所以我们呢 应该呢 知道修行也是这样 一定会遇到考验 有时候心会起起伏伏 希望大家做真诚的 没有利益冲突的兄弟姐妹 像脸友一样相互关心 同共发心 永不退心 遇到了困难 求佛不诈 想想看中国古代的高僧 玄壮大师西天取经 现在日本用NHK啊 用全副武装 吉卜车 走 玄壮大师 走过的丝绸之路 中亚积极兵国啊 大家都无法想象 玄壮大师 可以自己跟几个人 这样走过这条路 你看古代的高僧 为了生命 利益众生啊 他可以为法望曲 而翻了这么多的 中文的法匾 对不对 举一个例子 六百卷大波尔经 全世界佛教多种语言研究 最完整的是哪 在华文啊 瑜伽式地乱一百卷 也是玄壮大师翻来的 可是我们后代的弟子呢 都还不够努力 所以我们要感恩前人 前人众术 后人成良 最后请看参考书目 从五十页到五十三页 请看 我有编号 一二三 这刚波巴大师四法 目前是华文本 你可以三选一 自己选择 当然第三本 尊贵的大宝法王 也讲了 各位可以上 大宝法王的官方网站 也有 接下来再看 第五本编号 刚波巴大师全集写意 这是由前师贡格伯佛 一个伟大的弟子 叫张成基教授 他通藏文跟英文 在美国教书 最后他把藏文 全部翻成中文 非常的了不起 这部论呢 目前我上了一半 商业经社也有 可以上网听 接下来再看编号第七本 人第八本 很重要 就是讲道次第 最精简的是 宗科巴大师的三主要道 再接下来 刚波巴大师的四法 如果你真的要深入 要读这部书 印度极天菩萨的 入菩萨行论 华文本最好的是 台湾一个如实法师 用了半生的生命 完全的教对翻译的 我也用这本讲经 那入菩萨行论在西藏 红白黄花佛学的第一本书 就是这个 而且全部要背才能考试的 所以我觉得 若你要问我 是否佛法浩瀚如海 那我怎么深入呢 答案你看第七本书 你若第一本书 但是要经读 你至少要读十遍以上 第九章是比较深 Whiston Chapter 它牵涉到印度 还有四部中意 还有佛教跟外道的哲学辩论 第九章比较深 你可以放下 没关系 从第八章读完 然后读第十章 至于英文本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在西方 所以师父习惯 都会讲英文 希望老菩萨不要介意 你不要说 反正我又听不懂英文 不要这样想 众生有无量无边 这个DVD 希望向来上网 立全世界的众生 目前全世界 最好的英文翻译 是这本 A Guide to the Bodhisattva Way of the Life 范文叫 Bodhicaryavattara 由Sandideva翻译 它翻译从上藏文 跟泛文翻进英文 最有名的叫B.Alan Wallace 他是曾经跟达赖老妈出家过十四年 后来他姻缘还俗 现在在美国 就是California的一个学校教书 然后他太太就是前面的 Vesna A. Wallace 一起翻译的 那我见过他太太 这个是全世界翻译最好的英文本 很特别的是 在这本书的145页到100 没关系 可能打的时候少一个号码 就是145页以后 有一个Bibliography of Sandideva's works and the commentary of his work 把全世界跟 《入菩萨行论》有关的书目 都在这本书的附录里面 通通包含着 读书你也应该有老师教 你才不会浪费不必要的生命 接下来再看下一本书 那《入菩萨行论》呢 因为它是祭颂 所以Verses 就像我们古汉文一样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狮子 我以清净生语 以一切片里尽无余 很难理解 所以它要注解 commentary 那目前全世界最好的 《入菩萨行论》的英文 是由前世的顶沟法王 叫雪千出版社 它有网站 雪千Publication 然后它有一个翻译叫 Padamakala Translation Group 所以你终于知道 为什么藏传佛教 在西方很兴盛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大书佛法 都没有人要做这些 藏传佛教 有伟大的上师到西方 学英文 学藏文 有翻译 接下来它全程录影 录音 接下来一个一个子打出来 接下来用出版社出版 所以藏传佛教 在西方很兴盛 知道吗 我们佛弟子 尤其大书佛法 真的要加油 是不是感触很多 对不对 接下来 这本书是非常好 是详细的解释 所以英文叫做 Nectar of Manjushri 的Speech 它是详细的 入伏萨型的解释 是由一个 仁波切领导 然后翻译的 接下来再看 第十二一本 编号 Life of the teaching of 钢波巴 Including the four dharmas 这是由于中规的 创古仁波切 创古仁波切 也是这一世 大实际师 刚马把的老师 精教师 所以这第十二本 是很好的书目 其他十二本以后 一直到第十九本 有些是关于 钢波巴跟大手印的教法 我想各位慢慢来 学佛还是要step by step 好 书目讲完了 最后做一个总结复习 请记得大乘佛法 是金刚乘佛法的基础 大乘佛法 不管你修任何法文 都要修文书 观音跟普贤 这是三西省崇善式的 华严经的架构而标述 所以你到五台山的时候 你会看到 右边其大志文书 实力菩萨 五台山大显宗寺 中间大悲观世音菩萨 左边普贤王菩萨 当然地藏菩萨就是讲因果跟孝道 其实地藏菩萨也非常了不起 他正道华严三倍 所以地藏菩萨的悲心愿力呢 跟观世音菩萨一样 是非常广大的 所以世出世间 一切的修持功德 都可以发愿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你修金刚寸 也可以求生极乐净土 你学南传的禅修 你可以透过念佛语发愿 极乐净土是广大无边的 最重要你要发不提心 你这个方向而不要走错 接下来最后真心的结语 首先感恩三宝 感恩一切的人事物 特别要感谢 多斯德福的阿喜师兄 他现在叫我叫他阿喜 其实邱居士 然后感谢 还有感谢他太太 还有感谢这个秘书 还有感谢所有直接跟进阶 所奉献的干部 当然我也要感谢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因为这个八月呢 也是欧洲的旅游旺季 所以有些人呢 有时候出现 有时候今天出现 师父都很感谢你 因为没有你的话 我大概要对着墙壁奖金 中国有句话 生功说法完食点头 对不对 那生功呢 他是一个出家人 他对石头说法 说到最后石头都点头了 所以你的到来 我还是很感谢 所以我们要感谢会长 副会长跟干部 也谢谢大家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他 好不好 好 那在感谢的同时 我特别要感谢一两组人 我没办法一一念你的名字 但师父的恩德都会 你的恩德我都会放心里 我首先要感谢 彩云师姐 还有他的先生 与其他的先生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讲义 这是他handmaking 一张一张印出来 自己装定的 他虽然是德国人 但是呢非常做事非常有耐性 而且他也把各位的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从Hember汉堡 然后开车再到这里 采云多年前我跟他结的善缘 大难不死 他发愿利益众生 他也去了福地加盐 所以没有采云的善缘 以及他先生无私的奉献 他虽然是德国人 但我们也成为很好的朋友 没有他的一缘 我可能就没办法认识阿喜师兄 也就没办法认识大家 所以我们还是热烈掌声 谢谢他们 好不好 另外一个我还特别感谢的 就是坐在我前面的这位帅哥 吴云沛 这是从柏林来 我也是第一次认识他 他在台湾 然后他后来选音乐艺术 那他现在学网路设计 那这一次呢 我也很感谢他全程帮我们录影 将来我会委托他我们后续工作 我们会希望把奖金给全程作为DVD 会从德国开始向欧洲全部流通 然后呢 希望大家有钱出钱 所以他全程录影也很重要 他很细心到时候 他还要换灯片一张一张的切进去 所以他虽然是个年轻人 我们还是给他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 第二个 请大家为了自己为一切众生 发心念谱 咸行愿品 共修的力量很大 你若可以从第二页念到第七页也可以 假如你愿意念德文 我接下来附上了大宝皇官方网站 所登陆的德文 那这个德文呢 好像有些人建议说 好像翻得有点奇怪 这是官方网站翻译的 我们引用只能注明 我们不能轻易更改 你念德文也可以 若要念英文也可以 这次我东西很多没有带来 商业经社有中文跟英文的普贤行愿品 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像会长或采运师节登记 将来我们用海运寄过来给你 那答案是佛菩萨懂任何语言 只要你真心念都可以 尤其世界的灾难非常的多 生病很苦短 我们为了自己 为了一切众生 应该要精进 所以第三个建议各位 精进精进再精进 最后希望大家同共发信 有个退心 好 普贤十大愿的修持 是一切显密的基础 藏传佛教的七支供养 其实就是普贤十大愿 所以普贤十大愿呢 也是我深圳世世弘扬的愿心 而且普贤行愿品 也是净土五经之一 所以显教跟密教的修行啊 是不会充足的 最后我最后的祝愿 有一天不管生命结束 不管你在他方世界 我们都会在廉池海慧院相逢 我们会在极乐世界见 往生极乐世界是要非常的精进的 不是悠悠乎乎能去的 阿弥陀经说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发愿 最后我们要感谢释迦摩尼佛的恩德 没有佛陀来世间 我们是听不到这正法 所以我今天还有一点时间 十分钟叫各位唱 《乐藏经吉祥发愿文》 请看五十三页 也希望各位这辈子发愿 存钱 今生至少应该去一次 印度福德一家爷或八大圣地 唱是在五十四页 然后呢 开始 然后呢 你也可以朝四大名山 朝圣的功德是非常殊胜的 好 先看五十四页 我先唱一下音调两句 很容易唱 这个是在乐藏吉祥经里 说释迦摩尼佛六度波罗蜜的功德 先听我唱两句 待会我们再一起唱 我西心苦心 为众生都 设计自身的银发丘之安 我惜舍生命 设计自身的银发丘之安 所以音调并不难唱 这是这一世尊贵的道宝法王 他懂中文 把乐障及详经释迦摩尼佛的愿心特别栽入 第一次我学的时候是在印度 菩提加也大法会 王要我们全部的人唱 而且他编现代方面的曲目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唱的时候 我泪流满面 我非常的感动 我就发愿 我将来全世界各剧红法的时候 我要带大家唱这个 还有点灯祈愿文 所以假如你愿意合掌就合掌 不要合掌没关系 你就虔诚 不然你就捧着讲义也可以 请大沙唱 这个就是发愿文像 今天就这个发愿文像 待会我会简单讲 佛陀的愿力是很了不起的 他六度波罗密的功德 我心心苦心为主众生不设计 我心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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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我昔为谷底 采集枝 报向马车辰 领发旧自然 卧席共诸佛 阅居身闻 领发旧自然 卫吻谷底部 领发旧自然 卧席共诸佛 领发旧自然 领发旧自然 卧席共诸佛 领发旧自然 领发旧自然 卧席共诸佛 领发旧自然 为众俗烦恼 并罢救世安 卧习静静静 谏苦藏苦藏 无脱诸众生 并罢救世安 卧修禅脱 无色残默疑 恩杀不可输 临罢救世安 卧习为伯人 无态与先民 言说无量分 临罢救世安 卧习长连语 几身血容 即舍神之贴 为真正法言 我命而终生 以此而成熟 安置于三生 正当正法师 我喜之方言 多多天 安置于三生 未发与灵不绝 我喜之身 久不终生 恩杀或许三生 未发与世安 我喜之外道 何谢天王 安置于三生 未发与世安 始终的功耀 苦令法久自然 佛陀身口意呢 就是希望正法久住世间 他无量节的利益众生 是吃过很多苦的 《宝华经》说 三千大千世界的每一块佛土 包含德国的每一块佛土 都是佛曾经 为了救度众生 流血流汗而走过的 那你可以看到佛陀 行六度波罗密 在第七宋里 他常行忍辱忍恶诸众生 你帮助众生 其实这个世界的众生 也会伤害你 也会利用你 会帮你 可是佛陀呢 就像法华经的 常步清菩萨一样 永远不退到心 然后佛陀呢 他用六度波罗密 布施慈戒 忍辱精进禅定 波耳儿 深深世世救度众生 善巧方便 最后看五十七页 最后一送十五 他为了图外道 他各种的邪见业王 佛陀有功德力 想图外道 安住一阵路 所以让四众得供养 所以 佛陀第十四诵里面 用四色法 救度众生 灭除众生的烦恼 活 来让四众救助 所以这个 《月藏经》吉祥 八月文非常好 可以建议各位 可以在初一十五 六灾日或十灾日唱 假如你不会唱 用念的也可以 那音调并不难 然后你唱的话 就会升起广大的怨心 那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 三天的讲座 终于圆满结束 有没有 需要用 想出版 球 双断 满 未经人 未经人 未经人